《聖靈充滿的教會》 《獨經使徒行轉》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七至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抹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使徒有行了去多歧視神跡 信的人都在一處、繁密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行徹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抹餅 全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讚美神、得眾人的喜愛 主張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當一間教會裏的領袖和信徒都被聖靈充滿 而你又是當中的一份子的時候 你問你會有一個怎樣的教會生活呢 我們在這幾節的經文當中 就可以一瞥這個甜蜜的景象 我們知道五場節那天發生了什麼大事 以及彼得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所作的講道 如今我們就要看看門口 經歷了聖靈充滿之後 怎樣在每日的生活當中真實地活出來 教會最低限度有三千一百五十人 這實在是一間非常龐大的教會 不過經文所勾畫的圖畫 就是讓我們看到信徒在基督的身體裏面 有非常美好的商交生活 信徒每日都聆聽使徒的教誨 他們領受了新的生命 如今就要學習將它實踐出來 今天的信徒也需要這樣 我們需要認識神的話語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更加要遵行神的教導 所謂遵行就是要明白神的話語 而且聽從祂的教導而行 我們要經常醒察 看看自己有沒有真正遵照神的話語而行 初期教會的信徒 不單是愛慕神的話語 還比此傷害、切實相加 這個無疑是對教外的人 一個重要的見證 來自不同背景的人 都能夠彼此關心、彼此代討、彼此服侍 他們真正是在基督裏面合二為一 你的教會是不是這樣呢? 初期教會也都懂得時刻討告 全教會一起討告 將會產生非常巨大的力量 他們靠著討告 使無數人脫節 開啟了監獄的門 而且還在他們中間猜出宣教士 多討告就會多得著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這就是那國書四章二節的環 你的教會可以比現在更土神起願嗎? 你可以為此做些什麼呢? 謝謝 你得不選人 我今天也不選人 那天 要來沒有 我今天說 我有他們說 我今天說